花莲富凯大饭店的最新情况 那受到强震的影响 建筑物是倾斜达到了12度 那现场可以看到是已经拉起了封锁线 但是目前呢 因为余震不断 工程人员也来到现场 用新尾仪定位大楼检测有没有偏移 结果在8点04分的余震呢 发现这个大楼又向外偏移了3.5公分 那目前工程车辆也紧急载运 稳定大楼积座的沙土顶达饭店附近 就是为了要让这个避免 让建筑物倒塌波及到附近其他住宅 那富凯饭店呢 会从今天开始 大概会花两个礼拜的时间 进行拆除作业 那今天会先移除向周边监视器 红绿灯号制 会容易掉落的东西 就是怕影响到拆除工程 那带您回到稍早 其实在凌晨2点26分跟32分的时候 是分别发生规模6和6.3的地震 那造成富凯大饭店倾斜 那其实他在之前的0403墙 正是没有被张接红黄山的 是因为他是停列中的饭店 那其实外面呢 可以看到他其实早早就围了铁皮 那主要是因为他在进行整建的工作 那不过呢 受到地震影响呢 其实附近的住户其实是不少的 那半夜也被地震阵形 也被声音吓到跑出来 那最新情况呢 就是可以看到一台台工程车 是来到现场 要用稳定大楼积座的沙土 从下面填土 避免让建筑物倒塌 那之后是否呢 要架设钢架支撑 或是调度其他机具呢 相关单位还会再进一步评估 以上这件事情 将时间进头交给同类主播 好实际上呢 富凯大饭店刚刚听到了 主要是因为他先前地震的时候 没有被贴红单呢 就是因为当时他已经正在整修当中 只不过这次碰上地震之后 整个倾斜之后 现在机具进驻了 预估整个拆除时间 接下来花两个礼拜 好马上来听现场建设处长 这么说 基本清道的局势能够标动的平线 那另外就是也会请这个 这个机司这边 看稍晚的时候 先去做一些监测的观察 监测的观察 那再来就是说 填补到一个程度之后 可能会架设这个新钢的支撑 但是因为现场有不低状况 待会还要再去确认一下 这个架设新钢支撑的情况 要去办出 出公司才会拆多长 我们现在大概预估也是两周 那实际的状况 可能要再确认一下 到时候填补运送的实际情况 提搭等会儿 我苹果有相機不足的 有象律 com 这样ée